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财商实践篇 财商对我们太重要了 生活无处不财商 有财商 你才能够出门千里 没有财商 你真的是寸步难行 给大家举几个 我们在生活当中 需要用到财商的案例 今天有一个学生 来向我请教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我以前是做建筑的 然后赚了挺多钱 也有个好几百万的身价 但是现在建筑不好做了 我们想换行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个时候突然 我朋友介绍了一个朋友 跟我讲说 他们想合伙开家医院 我觉得医院这件事挺好 挺赚钱 利润挺高 我就去考察了一下 怎么回事呢 我这个朋友的朋友 他是一个房东 有一栋楼 然后租给了一家医院 结果这个医院 没有经营好 倒闭了 倒闭以后 人家就退租了 这个时候 我朋友这个朋友 是房东 他就想自己去做这个医院 然后我们来出点钱 跟他一起经营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房东 有没有经营过医院 没有 你有没有经营过医院 没有 你大概要投了多少钱 五百万 五百万是你的多少 几乎是我们手上 所有能够移动的资金了 我说你准备怎么做 我们准备投 我们亲自参与经营管理 我们再请一个 经营过医院的人来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你是我这个学生 你会怎么做 你会不会选择去投资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假如说他不是问了我 他不是我的学生 他可能这件事已经干了 钱已经投了 那如果我们站在财商的视角 来去看看这件事 这件事能不能投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首先在讲这个的时候 你一定要分清楚 我们财商把我们人类赚钱的活动 分为两种 一种叫投资 一种叫创业 我们很多人是分不清楚 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创业 什么是投资 投资你记住一句话 只投钱不干活就投资 我今天投了一个项目 我不需要干 我也不需要拉人头 我也不需要去经营 每一个月都有稳定的利润给到我 或者我投了这家公司的股份 这家公司有团队在正常的经营 他的财报各方面都是赚钱的 到年中 我能够拿到我的股东分红 这叫投资 那什么叫创业呢 创业就是 我要去参与这件事的经营管理 或者说我还要为这件事拉人头 那就叫创业嘛 那还说什么说 所以他其实这个不是个投资项目 是个创业项目 那既然是个创业项目 我们来看看创业需要具备哪三个要素 才能够保证创业活动是成功的 熟悉周老师 听过周老师财商课的人应该都知道 创业的三要素 第一个是能力 第二个是经验 第三个是资源 什么是能力 能力就是你经营这个企业的能力 比如说你经营医院 你必须得懂销售吧 得懂营销吧 得懂管理吧 得懂领导力吧 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能力 你凭什么能够去做一家医院的总裁呢 你压根就是做业务员的 打工打了15年 压根连高管都没有干过 你直接给你一家公司去管理 那你不整导 那怎么可能呢 第一个是能力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经验 你说能力吧 还能通过看书或者上课来学习到 那请问经验能学到吗 不好意思经验是不可能学到的 经验只能通过时间当中才能获得 换句话讲 你如果在医院上过班 从基层做到了中层 做到了高层 而且做到了院长 你做了五年的医院 你有了这样的经验 你再去开一家医院 成功率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压根就没有做过医院 你就去做医院 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你想去做 这件事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好能力 请问我们这个学生具不具备 不好意思不具备 那经验呢 更没有 好第三个是资源了 什么是资源 我们要做一家医院 请问需不需要有相关的资源呢 比如说要办牌照吧 得有症伤关系的资源吧 比如说我们要找好医生吧 得有医疗方面的资源吧 我们要进医疗器械吧 得有这方面的资源吧 我们得进药品吧 得有这方面的资源吧 我们得需要护士吧 对吧 得有这方面的资源吧 那资源怎么获得 资源也只有你做过这个行业 在这个行业经营了很多年 才有可能获得资源 有了这三个东西 不需要钱就可以创业成功了 而我们这个学生是 这三个东西都不具备的 有人又说了 老师那我只投资不行吗 我只投钱 然后呢 这个不负责经营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事 变成一个投资的事 我们就要学习投资的三要素 那投资的三要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 能力 第二个 经验 第三个 钱 也就是资金 能力 你有没有投资过医院的能力 你有没有干过这件事 你知不知道如何投资一家医院 对吧 作为一个投资人 投资合同怎么签 入股协议怎么签 退股协议怎么签 股钱怎么分配 这些东西你懂不懂 这个行业你懂不懂 有没有涉猎过 经验就更不用说了 你有没有投资过类似的医院 好 这两个 我相信我这个学生也不具备 那第三个 资金 什么是资金呢 假如说我这个学生有五个亿 今天要投资五百万 投这个医院 就算前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只有这个条件具备了 也是可以干的 为啥 亏了也无所谓 输家战略 反正我事也是万一赚钱的 我有五个亿身价 对吧 我有五个亿的资产 然后呢 当然了 我只是指的五个亿的资产 可不是说你手上没现金啊 五个亿的资产 最少按照我们的资产分辨的话 那最少你手上要留将近 大几千万的现金 那我投资五百万 如果亏了 对我不影响 那我可以投 但是这条 我的学生也不具备 因为他手上只有五百万的 流动现金 那如果这个时候 不管是用投资的视角来去分析 还是用创业的视角去分析 其实这个项目 都是不应该投的 我们在那更高的视角来分析 你会不会把医院这件事 做成你一辈子的视野 从此以后 往后余生不干其他 就干这一行了 我的学生说 那更不会 这只是我的一个项目 那你热不热爱医院 热不热爱这份视野 那也不热爱 只是为了赚钱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不是你的轨道 所以终上所述 周老师给的建议就是 不去做这件事情 可以去了解 你可以去找一些医院去了解 你可以花半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去了解 但是现在不能做 他就着急了 说老师不行啊 我在家闲了 闲了两个月了 没事干 找急啊 我这个以前的工程也停了 我必须得赚钱啊 我说你手上有五百万的现金 对吧 你现在有资产 房的车子很多套 对不对 你着急啥 不要着急 并急乱投医 就如果说没有好项目 宁可在家歇着都不去投 为什么 因为在家歇着 可能你休息了 对吧 最起码没亏钱 结果去投了 亏了五百万 钱全亏完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 就像周老师经常讲的一样 运势不好的时候 宁可在家歇着 等到运势好的时候再干 运势不好 偷啥亏啥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案例 就是教大家 财商是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的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 一定要学懂财商 你才能够懂什么是创业 什么是投资 凡是会就很简单 不会就很难 凡是学过就会 没学过就不会 对于一个懂投资的人来讲 投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对于一个懂创业的人来讲 创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像周老师 为什么创业 一创就赚钱了 很简单 我做任何事 都是通过这三要素来做的 对吧 周老师做互联网公司怎么做的 我没有做互联网公司的能力跟经验 对吧 但是我有资源 我可以把我的线下资源 全部倒到线上 那怎么办 我就找一个懂这个行业的人 对不对 人家做互联网十几年了 跟我合作 有做互联网经验的人跟我合作 两方一合作 双界合并停下无敌 这是有成了 投资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周老师投资房产 为啥敢投资呢 我做房地产 做中介都做了八年 对吧 投资者分两种 内部跟外部嘛 对不对 我去到这家公司 做中介都做了八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房地产投资了 你说我投资房产 怎么可能亏钱了 我有能力有经验 而且对吧 我投钱从来不会把所有的钱 全加到一个项目上 我爱人 为什么投资金融能赚钱 他在金融公司 做了将近七年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股票 所以他投股能赚钱啊 所以希望大家 要记住 创业的三要素 经验 资源 也要记住 投资三要素 能力 经验 资金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